人家伦好刚 律师发文称 坚决追究网报者的法律责任 工作室有进步 6月16日 封月平律师发文表示 一直以来 任家伦先生专注个人工作 面对网络暴力 始终以宽待人的态度面对 对于亲权者 仅要求对方道歉 未曾进行更加严厉的追究 但拥有大量 针对任家伦先生的网络不实言论 和语言暴力存在 这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任家伦一直都有人黑 几乎每播出一部剧 都有相当多的黑子出没 对他的相貌 演技等进行攻击 如果只是单纯的批评 倒也是无可厚非 可关键在于 那些不堪入目的言论 有些过界 有的甚至上升到 他的家人身上 对此粉丝愤怒又心疼 能做的只有帮他反黑 和搜集证据 可任家伦及工作室的态度 一直是温和的 偶尔也会告一些太过分的长期黑 可是并没有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只是轻飘飘的一封道歉信就解决了 造谣 辱骂 攻击等成本低 而维权成本高 他的态度已让对方越发嚣张 也就有了被告后 依然维持原状的现象 且黑子不减反增 终于在16日当天 律师忍不住了 表示为维护任家伦先生的个人权利 以及维护网络法治环境 即日起任家伦先生团队对于网络暴力将不再以和解 对方盗窃为诉求 将坚决要追求网络者的法律责任 粉丝看到后纷纷表态 支持任家伦没权 认为没什么好心软的 为成年人有监护人承担监护人职责 不给次教训 孩子也是长不好 成年人更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 心软就是放任 按法律法规办事 就是为青狼网络环境做贡献 并爱他工作室 让他多干实事 说实话 这次任家伦工作室的做法值得表扬 要知道 以前工作室被骂的次数特别多 因为他不好好工作 也不控制舆论 听不进粉丝的意见 一意孤行 除了展发任家伦的动态 官宣活动或者拍拍照片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 好似不存在一样 也正因为如此 工作室曾多次被推上热搜网上 粉丝恨铁不成钢 想要让他成长起来 也终于在时光的齿轮转动中有所改变 不再是曾经那个任人欺负的工作室了 慢慢走上正轨 对于反黑这件事情也是拿出自己的态度 绝不留情 钢到底 能让任家伦这样的 大概也只有那些造谣声势的人了 平时他很少声势 这次却让律师委托发文 可见黑子做的有多么过分 其实有那么多人黑任家伦这一点 很难让人理解 他本身长得帅 眼睛好 低调做事 事业有成 婚姻幸福 几乎没有过绯闻 是娱乐圈难得的清流 粉丝亦是从不惹事 专注自家 这样的人实在找不出可以黑的地方 唯一能想到的也有便是 眼红 只怪任家伦太火 播一部剧 火一部剧 容易招来嫉妒 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 大概这也是演员们必经的一条路吧 希望任家伦日后别再心软了 该告就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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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